大家好,欢迎收听有时差的中场休息 我是Jojo 我是Lin 我们是以台湾人在美国的角度来观察生活中的大小事 以轻松闲聊的方式来讨论我们看到文化差异、生活分享与设计潮流 每一集的Podcast我们会从生活中挑出一个主题作为起点 并把我们观察到体验到的现象与时事结合 分享给大家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主题贯穿生活各个不同的面向 从设计、音乐、食物、时事、书籍、影集、对谈等等都会包含其中 好,那今天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系列单元的开始 我把这个单元叫做时差读书会 虽然那个百灵果已经试过 然后读书会的触及率又超低 没有人想看书 那我们这边应该是那个书籍这个出发点 还是会跟时事相结合 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这一本 就是音乐与愤怒 张铁之血 它是十周年的纪念增定版 那因为它这个书的内容是在讲关于音乐跟政治的连结 在讨论到底艺术跟音乐能不能改变时代 这个其实就跟最近最红的一件事情有关啦 你说的是我们美国总统的大选吗? 对,就是我们的三浦 vs 快要失智的拜登 诶,你怎么这样讲? 不,一开始就乱讲 这样政治不正确 对,政治不正确 有失智的嫌疑啦 没有那么快要失智 那你自己还不是政治不正确 那是什么意思? 不是啊,它表现出来就是这样的在我说话 好啦好啦那这等一下再讲 那到时候就变成那个直接整个那个Podcast 就希腊变政治对谈 那就很危险 好棒好棒 这本书就是叫声音与愤怒 它的封面其实就是放了 所谓的抗议歌手 就是Bob Dylan 就是Bob Dylan这样 整本书的主要的在讲就是 它是以时代来作为整本书的推进 就是一个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一直到现在这样 到底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对我们政治的眼镜产生了什么影响 那其实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跟西方的音乐 其实连结算是比较薄弱的 除非你是特别喜欢西方音乐 不然的话我们就我们成长的年代 其实是什么周杰伦啊 吴约田啊 你以前听什么? 我以前喜欢陶哲 他也没有特别讲这个内容 就是 好像黑色柳丁那时候 就是有稍微就是做一点点批判性吧 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在于 讲就是个人情感的部分 对 那其实这个就是东西方 在歌唱 在写歌词的时候 其实有个差异 东方我们其实很常是讲情歌 是讲个人感情的东西 嗯 没错 还是以就是情感交流的情歌为主 对 那他这个书我刚刚讲说 他是以时代来做连结 他其实他们在一开始 就是讲到60年代 乌斯塔 就是李安以前有拍那个 胡士托风波的那个乌斯塔 是从那个年代开始 然后同时 60年代是在 应该是1965年的时候 有颁布的那个所谓人权法案 来完全消弭在美国的历史上 那个黑人跟白人之间 就是要必须要隔开啊 一些有的美的这些 种族歧视方面的法条 所以如果以法律为出发点 在那个时候 在扳完这个法条 就应该要实现 所谓的种族平等 但是实际上 其实并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后面大家那个 一开始就是非暴力 马丁路德金跟博士 那些非暴力的那些诉求 后来就慢慢的出现了 就是所谓 black power 反正也是在60年代 尾端的时候开始出现 所谓的黑豹党 就是black panther party 不是Marvel的那个black panther 是black panther party Malcolm X 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人物 有点像用极端手段 来争取黑人的权益这样 同时他也讲到 那个年代的歌手 像是Bob Dylan 然后Joanne Bates 书里面也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当一个音乐 他在传递讯息 他产生某一种意义 他想要推翻这个 他们觉得不公不义的社会的时候 当他同时取得 商业上的成功的时候 他的风格就开始走向死亡 他就开始被音乐工业所吸收 就开始变成 所谓流行乐的一部分 就变商业化了 他就变商业化了 然后所以他的那个批判性 他想要批判的东西就变成 他自己也变成 他想要批判那个东西的一部分 其实书里面就一直在重复这个东西 到底音乐跟音乐工业对抗的结果是什么 因为说实在 没有人可以敌得过 红了之后 你有经济上的成功 你每天可以把面包放在桌子上 这件事情 或者意思是说 当你在还没有红之前 你可以把你的理念放在歌曲里面 但当你开始红了之后 歌迷越来越多 然后你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你开始着重的方向 就不只是在歌曲本身 就是你还是要有就是商业化的经营 比如说演唱会啊 新专辑的压力啊等等的 其实这个就蛮吊诡的 就是音乐 其实那个音乐产业在音乐盗版 然后MP3 开始出现整个产业崩坏之后 歌手被一直要求要一直出新歌 要生产的非常非常快速 然后就变成当下音乐很多 就被批评就说是工厂化的生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这个 formula就是这个成功模式 倒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跟那部电影 Yesterday就很像 就是当一个 当男主角只是想要单纯唱歌 然后想要走红 但是当他真的要出专辑之后 那整个唱片公司的包装就让他 有一种失去原本的初衷的感觉 欸Yesterday中文翻译我不知道是翻什么 就是那个是那个Lily James跟一个印度男生就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一直在呐喊就说 Lily James为什么要喜欢这个男的 他长这个很不好看啊 拜托 然后就觉得很不爽 因为那男的就一直不知道Lily James爱他爱的要死 然后就觉得头很痛 嗯 对 但那部电影那个其实最感人的是 后来 这样好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不能爆雷啊 不能爆雷 那边爆雷再死全家 这样不行 对对对 推荐大家去看 对推荐大家去看啊 因为其实里面还蛮多 嗯 Beatles 因为他他等于因为Beatles当时是一个 等于是Phenomenon 这个现象 其实没有人可以超越他 就在这个书里面有讲到 我往往讲的都跟书里没关系 都跟书有关系 或是硬要把他拉回来跟书有关系 他等于是从那个男主角的 的开的重新来体验一次就是 Beatles爆红这过程 建议大家去看 那其实这个书里面还有让我一直觉得一个很蛮微妙的事情 就是他一直讲到左派 书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很pro左派 就是很推崇左派 就是左派 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听到就是左派就是左交左交 就是咆哮啊 然后没有任何的那个 没有任何的现实感 他自己就起到就是音乐 然后这些抗争 这些要对抗现有体制的人 他们跟左派的这种就是他要追求平等 他要追求种族公平 这些东西是相配合的 所以他其实书中用的文字很多 其实是用了很共产党的文字 有时候可能会让人看的不是那么舒服 尤其他一些用字啊 我们会讲说 例如说抗争 那时候太阳化运动会说抗争 但他书里面所有的抗争都是用斗争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那个作者还可以去中国演讲啊 或什么的 哦 是吗 对因为他有去中国演讲啊 什么然后就没有没有被 没有被中国审查 而且其实他这本书的内容讲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音乐人如何的要追求公平 要消弭歧视 我还蛮惊讶他没有被对抗 把这本书给禁掉 然后他其实 这其实跟现在蛮有关系的一件事情是 这一次选举的时候 娱乐圈一整个一面倒的支持拜登 然后跟台湾的风向是完全相反 然后我们周边就是外国朋友 如果跟我们差不多同年纪的 我几乎看不到有人是支持右派的 我看不到支持共和党或是所谓支持川普的 这跟台湾是一个非常相反的状况 对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快要精神错乱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是 我们住在美国 但是我们等于是 你要说第一代移民也好 我们对于政治的出发点 其实是从台湾为出发点来看 我们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台湾人大家觉得 川普当选对台湾比较好 但是对美国人来讲 他就是一个 我们是以美国为出发点 这个是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强求 别人以台湾为出发点 因为对美国来讲 真的是台湾算哪更重 是啊 因为对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讲 大选就是美国三途以内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突然就要 就是要求他以国际化的角度去分析的话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你有病 就是我明明就是自己家的事情 我哪有办法管那么多啊 而且还有另外很好笑的事情 是那个Facebook上 我们常会看到台湾的朋友在说 那个拜登就是韩国瑜 但是 这件事情我也是很不懂啦 我觉得真的很不懂 到底拜登跟韩国瑜到底哪里像 一点都不像 我们都 我们在这边都觉得 其实那个川普跟韩国瑜比较像 这样讲 是不是就被炮轰啊 我一直在逆缝完蛋 对啊 因为川普真的是讲出一些非常好笑 非常诡异的话 然后就在那个周末夜现场 那个SNL的时候 就是每一个礼拜 你都可以看到各种搞笑的东西 其实是以川普为出发点 像是那个上 在万圣节 这是刚过 万圣节刚过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有一集 他就是在 在讲说大家在 在拍一个广告 然后每个人都在讲说 川普如果落选该怎么办 我们接下来四年都看不到这么好笑的面 就是看不到这么好笑的言论 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应该觉得他 他应该不会默默就这样消失 我觉得他应该会再继续嘴四年 不太可能消失啊 但因为他 他这次 其实我们现在在录的时候是 整个结果还没有真的出来 嗯 等一下 刚刚不是拜登当选吗 是啦 媒体是说拜登当选 那我们在看票数 也是知道拜登是当选啦 他本人还没有出来 就是发表 当选感言吧 应该是这样的 他有发表类似当选感言的事情 就是说他觉得 大家应该要族群融合 不要再 然后hate each other 这种言论啦 但实际上就是 最后结果还没出来 因为川普要诉诸法院嘛 我们现在不知道 到底结果会是怎么样 现在再这样 这样回来输的部分 他因为他在讲 就是摇滚跟政治的关系 但是这时候就 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 就说 那真的时候 60 70 80 90 说 60有 有Bob Dylan 然后可能70有John Lennon 然后80有像 David Bowie 那但是现在就是 在档下的时候 抗议歌曲这个事情 其实非常 已经非常的少见 至少我们没有注意到 那没有像那个 因为一定会有人 就是来泡我说 哦 这个明明就有人写 明明就有人写 关于Black Lives Matter的歌曲 或是明明就有这些歌 只是你们没有听 你们听得太少 那不好意思 我真的听得不够多 可是 如果他没有像以前 就是哄到 每个人都知道那首歌的话 那他真的就不能 被称为 代表一个时代的歌曲 我那时候为了这个东西 就是查了一下NPR 就是国家广播电台 他其实有一篇文章 就是在讲说 在2020这些抗议歌曲 到底还存不存在 他文章里面提到 大部分其实都是 自己在家录的 或是一些比较小咖的歌手 他们现在等于民运 他们现在的民运 就已经是Black Lives Matter 就代表一切了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他里面提到 歌手最大咖的 其实就是LL Cool J 那LL Cool J这样讲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 之前在那个Lips in Bottle 就是用对嘴 对嘴来唱歌的那个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 台湾应该有看到吧 应该YouTube上面都会有 YouTube有看到就是 安海社会唱那个 Mighty Cyrus The Wrecking Ball 然后坐在铁球上 然后就对画面比重值的 那个节目 LL Cool J是那个节目的主持人 他有用饶舌 就是有写一首歌 他是里面我看到 那个文章里面我看到最大咖的 那NPR是用这些 哦有很多小咖的人 在创造这些歌曲 当作说 现在2020年抗议歌曲还是存在的 但是像以前说 他可以整张专辑 就是以这些 为社会发声的歌 像Bob Dylan以前这样做的 专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少见 这是有点可惜 但是 也有可能就是实在在改变 就是音乐这个东西 对政治所能够起到的效用 相比于社群媒体跟其他东西 已经非常的薄弱 对啊 现在应该大部分的名人 都是透过社交媒体 在发表他们自己的言论 而不是就是用他们的专辑啊 或者是说用他们的作品来抗议 或者是表达就他们的想法 所以你觉得这算是一个 跟商业妥协的结果吗 我觉得某一部分是吧 因为毕竟歌迷 我觉得歌迷可能也不买单 这是有可能 因为我那时候就听到那个 Harry Styles 你记得他那个第二张专辑 里面他 因为Harry Styles他 Harry Styles这样讲 大家知道谁 是那个之前那个One Direction 一世代 后来解散之后 单飞他们最红的那个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是这个人的歌迷 但是有点羞耻 我有在听他的歌 他其实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就在讲说 他希望能够重回像Beatles 那种简单的和弦 然后轻快 简单轻快的 老的这种音式的 轻摇滚的这种感觉 就要找了非常多大牌的制作人 然后他在第二张专辑里面就有一首歌就是 那种We want to treat all the people with kindness 然后那时候我光听到那个歌词 我听了就鸡皮疙瘩 想说这是什么恶心 自己的歌词 完全听不下去 对啊 因为如果你只是单纯的 就是崇尝和平 或者是你想要就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话 现在反而听起来就是有那么一点伪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能达到的 对 其实这个也是他书里面就是在讲到这件事情 就是音乐并不能够真的达到改变世界的效果 他不希望下这个结论 但是以历史上目前 他自己所描写出来的这些线上看起来 音乐很多时候我觉得其实是个 要么你说是敲鞭鼓 要么就是说是加油天处 然后再活上加油效果的一个东西 又或是说就是 这些歌手希望这些歌曲可以带 可以为人民 就是为人们带来一丝希望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保持正向的思考 Yeah true 但是像那个时候他也没提到那个 70年代Marvin Gay 就是Motown 那时候非常红那唱歌非常的silky 非常滑顺的一个很好听的一个黑的男性 那时候他就写一首歌叫做Dancing in the streets 他原本是说看到小朋友在路上玩那个 消防酸喷水出来 然后大家在玩水很开心 然后想要写一个族群总和歌 然后结果Dancing in the streets变成 当时就是在唱导Black Powers 他们就是在抗议民权争取民权的时候 暴动的歌 就变成大家在路上跳舞 就是等于是在暴动 然后他当时其实有一点难过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Motown没有 没有不想要涉足这个种族的东西 可是因为Motown基本上都是全部都是黑人 大部分都是黑人的歌手在他们旗下 不得不就是表态这样 是 有时候真的很难就是音乐 因为他的那个原本想要讲的东西会因为时代而被挪移 然后变成去 会有不同的解释 对变不同的解释 然后反而变代表那个时代的抗议的歌曲 可是so far我还没有看到现在有这种歌出现 就即便我那时候在YouTube节目上 跟他工上一下 那个还没有看过YouTube 然后他去搜寻那个Vinyl Anatomy Vinyl Anatomy 就是黑胶解剖学 或是搜寻99妆 你会看到我的频道 所以上面有讲到那个The National 那一首就是他在批评 他其实因为The National其实很左 嗯哼 Met Met他们非常非常左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批评共和党测试的那个 就说他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然后他们创造 等于他们创造的规则这样 即便是他们有这种思考 他们也不会整张专辑都在讲这个事情 对也没有 已经没有 就是现在的音乐工业还 已经变成就是以单手单手曲子为 为主要的行销方式 然后Spotify上面很多时候 大家是当背景音乐 所以很少人会去以整张专辑来评断事情的也是 是啊因为毕竟是 大家现在都习惯听一些Spotify 或者是Apple Music 就变成说 大家都是以就是随机播放 或者是说他并不是整张专辑 就是好好仔细的去听 或者是甚至认真的去看歌词 这种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而且Spotify老板超恶心的 不知道大家在台湾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Spotify老板就说 音乐家们不可以再指望说 我今天出一张专辑之后 两三年再出第二张专辑 你还可以哄 你还可以在Spotify上面成功 你要哄你就必须要就是一直生产出新的歌新的歌 然后这样Spotify上面可以播 但是你知道Spotify上面 你就算你播到 1 million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对百万 你就算播到百万次的歌曲 他可能只可以开一张支票给那个歌手 是大概只有几百块美金 而且几百块不是说什么几百块 可能是在500块以下 就可能300多块 然后就换算起来才报到一万块台币不到 因为其他通都被其他音乐产业分掉了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这太扯了 你这个老板 然后你有脸 你有脸叫歌手写很多歌来 然后但是你Spotify上面播的东西 播到最后 歌手就是一毛钱都拿不到 但大家就很爱用Spotify 对啊 所以其实真的还是要叫大家要支持实体专辑 对 对因为真的有差 因为我身边也是有玩音乐的朋友 他们就说他们的歌放在Spotify上是拿不到任何钱 真的是拿不到任何的钱 其实做音乐真的也挺惨的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赚钱的话 其实有时候是要靠 歌被广告买走 哦 或是靠周边吗 红了的话靠周边有办法吗 他们是跟我说广告买走比较红 比较好 就是有办法支撑 不然的话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像其中有一个朋友 他们就是广告有被买到 那个每一年过 过Holiday season的时候都会播 好像是Reeze还是谁 谁那个巧克力的是有用到 嗯 他们的歌这样 然后 其实我还有 我有认识那个朋友他是做Stranger Things 这是朋友的朋友 他们是帮Stranger Things写那个 主题曲 哦那还蛮那个 对就是要像这样他才有办法 拿到比一般音乐人 更健康一点的钱 更健康还不是说真的很多钱 很惨 就是很惨 这某方来讲就是音乐跟艺术 就是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音乐还比艺术好一点 说实在就是音乐你还有这种爆红的机会 就是你被某个节目买走 或是突然红了这样 那你红了之后你还可以赚得到钱 但艺术很多时候就是 你就算爆红了 那个艺术家本人也拿不到钱 因为都被拍卖然后被画廊拿走了 因为画廊他常那个 哎我这样 你觉得好心酸啊 我这样好像一直在爆 爆那个产业的料 那不太对 那个画廊常抽成是从50%开始抽的 而且那个画廊抽 因为画廊是一开始常是买段画家的作品 所以即便他后来把你的作品往上卖 你也不一定拿得到那么多钱 尤其是他如果转手过的话 你根本拿不到钱 也是 所以做艺术家有时候可能真的会饿死 以后叫小孩不要去当艺术家 对就是那时候就看到我们网络上面就是那个 小朋友在肚子里面 然后跟妈妈说我要念艺术 然后妈妈就快打顿 哈哈 不爽这样 然后其实好 然后我们要回到书的内容 那个书其实在80年代还有讲到说 那个音乐打破种族隔离的摇滚演唱会 那那个时候其实这整本书里面 都对右派的媒体 还有右派的政治人物非常非常的不友善 诶 对右派的媒体非常不友善哦 你知道右派的电视台是哪一家吗 就FOX啊 没错就是FOX 那说FOX就是 台湾大家都在说FOX主播很挺台湾啊 帮台湾就是 抗中的那个言论或什么通通都是FOX 可是FOX在美国就是中天 嗯 没错 应该人家觉得看FOX应该是 看FOX的人应该都脑袋乖乖 对 就是如果你跟别人说 哦我的那个新闻来源是FOX 然后人家就会给你一个白眼 然后觉得说 你是他妈脑袋坏掉了吗 马上unfriend 对马上unfriend 有到这么严重吗 可能就不想跟他讲下去了吧 因为就会觉得这人 是不是 真的 因为你就知道这人的立场完全不一样啊 对 对啊 然后在那个时候那个 在那 他里面书就是写到 那个时候那个种族隔离演唱会的时候 FOX在转播的时候就阉割掉大部分重要的反种族言论 还有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反种族的歌曲 但是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呢 现在发生就是川普在抗议说 那个投票系统有问题的时候 被NBC CBS ABC全部卡掉 就他讲一讲讲一讲 然后那个主播就说 Oh here we go again 又来了 然后我得要打断美国总统的讲话 因为这里面真是充满了非常多的 错误的资讯跟就是仇恨言论这样 其实我还蛮没办法相信就是在 就是现在这个年代 居然还有人会去卡掉这种东西的 而且是卡掉美国总统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个事情就变成就是很火上加油 就变成说右派又会觉得 Oh你看你看就是媒体这样 就都被你们左派掌控 然后就是就卡我们总统 卡我们最爱的总统的言论 然后你这样要说什么 你们媒体是公平的 然后就变成又激化了这个东西 但是反而是大家台湾在笑的 喜恩恩没卡 喜恩恩吗 喜恩恩没卡 喜恩恩做了一件事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他没有卡掉 他那个怕播完之后 然后他们的那个王牌主播 Anderson Cooper 他就说了一段超级酸的言论 他就说那个 川普是一个 obese turtle on his back under the huge sun like refused to admit his failure 他就说川普是一个 肥胖的缩头乌龟 然后就是倒在地上 就是他的壳在地板上 然后翻不过来 然后上面是大太阳 然后就把他晒干 然后不愿意承认他的错误 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 天啊Anderson Cooper 你好酸你好会讲好好笑 其实我觉得这样ok啊 就是你播完之后 然后你可能 你知道有一系列的节目 可能骂 川普骂个两三个小时 一一反驳他里面 讲的每一个谎言 或者是错误 这都是可以接受 但我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把这个新闻就是 你觉得他是错的 然后你就把它卡掉 就大家在讲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对于一个媒体来讲 媒体其实是不应该去做 这种言论审查的 这个才是真的言论自由的意义 尤其是你今天 你要做一个公正的媒体的时候 你更不应该去做这种事情 人民必须要有知道 对方讲了什么的权利 然后做出批判 而不是你媒体这样去做出 这么严重的批判 尤其是你卡掉的是 现在的美国总统 在他还没卸任之前 他都是美国总统 因为其实我们也很不能接受 川普有的讲 有的没有什么 把那个漂白水打到血管里面啊 或什么 always就是各种就是 我超棒我超棒 就是林肯一来 我是最棒的总统 然后或是讲各种奇奇怪怪的言论 只要是有念过书的人 通通都受不了的 我觉得这很大一部分 造成他这次会输的理由 因为对美国人来讲 他就是跟当初就是 国民党派出的候选人 韩国瑜一样就是 他的讲话就是非常的接地气吧 就是他可以很轻松地讲出一些话 然后让一些 比如说蓝领阶级的民众 然后很支持他 然后但是你知道 我们现在就看到更多很诡异的画面 什么就是有人要拿枪 然后冲进那个开票所 然后就是要去看这些开票人员 到底有没有作假啊 或是穿着川普的 戴着那个川普很经典很丑 那个红帽子 然后在那个开票所前面 Maga Maga 2020 跪着在祈祷 说那个开票要开川普多票一点 然后大家就在说 这根本就是邪教吧 这是什么 这跟当初韩国瑜的东西 真的是有87%像 你不要跟我说他不像 他就是这个样子 OK OK 3 5 4 5 感谢观看